张和,一个名将的传奇一生曹魏时期的吴子良将中,谁的死令人不甘?毫无疑问,张和的死让人不甘心,他的死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私心所致,而这个人正是司马懿。 可以说,张和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司马懿造成的。如果张和没有死,司马懿是否能够成功发动高平灵之变,那就成了一个魏之术。 接下来,曹魏的走向可能会完全不同。 面对张和的结局,我想用一句词来形容,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对于突如其来的意外,再厉害的人物也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 那么,让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张和这位名将,他的传奇一生究竟有什么令人不甘的地方吧? 张和,自俊义,是冀州河间俊茂县人。 东汉末年,黄金之乱爆发,张和应照入伍参军讨伐黄金叛乱,由于他作战勇猛,受到上司的赏识。 后来,张和成为韩复麾下的君司马,一直到出平二年191年,韩复与部将驱义交战并施力。 袁绍见到韩复失利,便趁机派人与驱义结交。 谋士冯继看到机会,对袁绍说,主公,想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占领一块自己的地盘。 既周兵士精锐,粮草充足,但周牧韩复能力平庸,我们可以暗中约公孙赞带兵南下,让韩复知道此事后,他必然会感到恐惧。 同时,我们在派一名能言善辩之人向韩复陈述他的厉害之处。 到时候,韩复肯定会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艰难,我们可以借机占据他的位置。 袁绍认为冯继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给公孙赞写信,请求他南下。 公孙赞得到袁绍的信后,带兵南下,借口讨伐董卓,暗中打算袭击韩复。 袁绍见到公孙赞行动后,立即派自己的侄子高干和巡臣等人前去劝说韩复。 巡臣等人见到韩复,直言道,韩公。 公孙赞已经趁机南下了,而且您辖下的各郡都响应了公孙赞。 袁将军听说后,也率领军队向东方进军,他们的意图令人难以预料。 我们为您的处境感到担忧啊。 韩复听到两路大军向自己进攻,立刻感到恐慌。 赶紧问道,先生,情况变得这么严峻,我该怎么办呢? 巡臣说,韩公,您自己想一想,就凭您的宽厚仁爱。 您是否能够吸引天下人的归附? 韩复回答,我不如袁绍。 巡臣继续问道,就凭您的志勇超人,您是否能够在敌人面前取胜? 韩复说,我不如袁绍。 巡臣再次问道,就凭您对天下各家的恩惠。 您是否能够使大家得到实惠? 韩复再次回答,我不如袁绍。 巡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接着说,袁绍所统治的渤海虽然只是一个郡,但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州。 如今将军您在上述三方面都不如袁绍,但您的官职却一直高于他。 像袁绍这样的英雄人物必然不会屈居于您之下。 而现在公孙赞带着烟,带着士兵向冀州进军,他们的战力不可抵挡。 冀州可说是天下重要的地方。 如果公孙赞和袁绍两支军队联合进攻,冀州必然无法保全。 因为袁绍是您的故旧,并且我们还和他结成了同盟关系。 所以,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将整个冀州让给袁绍。 这样既可以保全冀州,也能让袁绍对您十分感激。 同时还能抵挡公孙赞的进攻。 这样一举三得呀。 最后,您还能打出一个让贤的美名。 面对当前的危机,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希望您不要再有任何疑虑。 韩复原本性格胆小,被寻臣游说后,同意了他的计划。 当韩复听从寻臣的建议,放弃了冀州的时候,作为韩复的部下,张和见到韩复的大势已去,便率军投降了袁绍。 与此同时,公孙赞得知冀州归附袁绍的消息后,非常愤怒。 明明曹操承诺要瓜分冀州,但是袁绍却像独吞一样。 公孙赞立即率军攻打冀州,曹操见公孙赞没有撤退的意思,便派大将区役率军反击。 同时,曹操提拔张和为校尉,让他随军攻打公孙赞。 由于张和表现勇敢,并且履历战功,最终被提升为宁国中郎将。 从出平三年192年开始,袁绍以冀州为根据地,开始了四处征伐,相继占领了清、忧并三州。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关于张和的记载。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立下战功,或者是否得到了重用。 这其中留下的空白,需要我们去深入考证。 时间转瞬间来到建安四年199年,北方已经稳定。 元绍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邻居曹操。 六月,元绍挑选了十万精兵,万体战马。 率军南下准备进攻许多。 关渡之战由此开始。 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攻守之后,双方陷入了相持阶段。 对于曹操来说,这真是存亡之计。 因为他面临着粮草困难的问题。 而这个消息袁绍也得知了。 为了防止曹操偷袭他的粮道, 袁绍特意派遣存于穷都粮草于乌朝。 谋士举授建议再派一支军队护送, 以增加安全保障。 然而,袁绍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曹操得知袁绍粮草种地的消息后, 不顾将士的反对, 决定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袭击乌朝。 袁绍得知曹操袭击的消息后, 没有立即决定去救援, 而是与手下商议。 这时,张和站出来, 说,主公,曹操出击必然是带着他的精锐, 淳于穷等人肯定难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一旦淳于穷失败, 主公的大业就会毁于一旦。 请主公不要再犹豫, 尽快带兵去援救吧。 然而, 袁绍因为多疑而决策不明。 他的谋士郭图看到时机, 站出来甩锅说, 主公, 张和等人不满一小人的计策, 所以对曹营的攻击不够用心。 如今我军处处失利, 他们却出言不逊, 甚至暗骂主公无能。 他们肯定在背后窃喜。 张和、高兰等将领听说 郭图在主公面前诬陷他们, 出公不出力, 并且还暗骂主公无能。 商议后认为如果回去的话, 可能会被追究。 于是果断烧掉了工程炉。 调转码头去投降曹洪。 曹洪面对张和等人的投降, 内心起初有些犹豫。 毕竟前几个时辰还是敌人, 此刻却要成为抗敌的同僚。 怀疑是难免的, 但是谋士寻忧相当睿智。 他劝慰曹洪说, 将军, 我关张和等人的投降, 他们肯定是心甘情愿的。 他们甚至烧毁了工程器械。 如果他们回去, 如何向袁绍交代? 再说, 袁绍的胸襟狭小是众所周知的。 在他麾下坐时, 难免会遇到一些麻烦。 现在, 他们投降了, 肯定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对此, 您怀疑他们的意图有什么意义呢? 在寻忧的劝说下, 曹洪接受了张和等人的投降。 曹操得知张和已经投降曹洪的消息后, 感到非常高兴。 他立即召见了张和, 并对他说, 俊逸啊, 故今日最高兴的事情, 不是烧毁乌朝, 而是得到了你这样的良价。 你的投降就像威子去殷, 含姓归汉一样。 张和在曹营还没有立下任何功劳的时候, 曹操就任命他为偏将军, 封他为都庭侯。 可见曹操对他的信任有多么高。 当张和遇到自己的民主后, 他毫无波澜地度过了十几年。 然而, 他的故事还没有到此结束。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探究张和在征战四方中立下的战功, 以及他在曹操统一中原的过程中的表现。 在建安九年204年的二月, 曹操成员上出兵攻打圆潭之机, 率军围攻叶城, 张和也带兵参与了对叶城的攻打, 并最终占领了叶城。 在建安十年205年的正月, 曹操以袁潭违约为名, 率领张和等将领进攻渤海, 击溃了袁潭的军队。 建安十一年206年的秋八月, 张和再次率军前往东来郡讨伐海贼管城。 到了建安十二年207年, 曹操下定决心远征乌环, 为了彻底肃清原是残余势力。 在曹操做好前期物资准备后, 他率领张和等将领攻打乌环老巢柳城。 在白狼山的战斗中, 张和随着张辽指挥, 大破乌环, 并斩杀了踏顿及各部落的十余位大王, 俘虏了二十余万人。 最终, 曹操靠着过人的士气, 成功讨平了乌环, 也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 在征战四方的过程中, 张和吕立战功, 升任平敌将军, 官级达到了三品。 建安十三年208年, 爆发了赤壁之战, 曹操大败。 到了建安十四年209年, 袁树的残部陈兰, 梅城等人在淮南地区开始返曹。 曹操立即派张辽带兵停判。 张和宇、牛盖等人在张辽的指挥下, 一同讨伐陈兰、梅城等人。 在两军交战中, 陈兰、梅城等人被击败。 率军撤退到前山县, 准备开始游击战。 前山县有一座天柱山, 地势险峻, 道路崎岖狭窄。 陈兰、梅城等人认为 守住天柱山这样险要之地, 就能够苟活下去。 然而,张辽、张和、 牛盖等人发动猛攻。 虽然士兵伤亡惨重, 但最终曹军获得了胜利, 斩杀了陈兰、梅城等叛军首领, 俘虏了数千人。 稳定住中原局势后, 曹操开始处理关西地区的叛乱。 在建安十六年、211年, 张和随曹操到达魏南, 通过离建计, 分化关西联军, 并一举击败了马超、 韩岁等人, 还包围了安定。 马超同盟的杨丘见大势已去, 只能投降。 同年十二月, 曹操自安定回军, 并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 到了建安十七年、 212年七月, 张和和徐晃跟随护军将军夏侯渊西征, 征讨盘踞在夫城一带的贼寇梁星 以及五都地区的低族叛军。 最终大破他们。 建安十九年、214年, 马超再次洗劫关西。 曹洪派遣张和前去救援。 张和率军到达渭水时, 马超率领堤, 枪两足的数千人前来迎战。 然而, 双方还没有交战, 马超就不战而退。 张和只是命令士兵 收拾马超军队留下的气血, 并没有追击。 然后继续向郡县进军。 张和从征四方立下了许多战功, 成为了曹操重用的将领之一。 他始终忠诚于民主, 勇武过人, 屡立战功。 然而, 命运却在高平陵之变中 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被司马懿所杀。 这个结局令人痛心不已。 张和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却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忠诚和勇猛战斗精神令人敬佩。 他的死亡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在张和的一生中, 他展现了军事天才的同时, 也体现了一个名将的忠诚和奉献精神。 他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深受曹操的赏识和信任。 然而, 张和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不甘心的结局。 他的忠诚和勇猛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使人不禁思考, 一个忠诚的将领到底应该如何被待遇? 我们对于名将的评价是否只应该停留在战功和忠诚上? 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个人命运和内心的苦衷? 综合来看, 张和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名将。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死亡令人不甘心, 却也引发了许多思考。 作为读者, 我们应该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勇气和智慧, 同时也应该关注到每个人的命运和内心。 因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值得被关注。 最后,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你对张和的一生有什么看法和感悟? 欢迎留言讨论。 张和追击的过程并不顺利, 他遭到了诸葛亮的埋伏和包围。 在与敌军激战中, 张和虽然勇猛抵抗, 但最终还是被诸葛亮击败, 战死在疆场上。 这一消息传回京城后, 曹瑞对张和的战死感到深深的悲痛。 他亲自为张和举行了追悼仪式, 并追赠张和为太尉, 追封为宣武侯, 赐予丧葬礼仪, 以示对他的敬意和悼念。 张和的一生充满了战争与荣耀, 他在曹瑞的征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最终却以痛苦的战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一个忠诚勇敢的将领, 对国家和朝廷忠心耿耿, 为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 他也受到了时代的限制和政治斗争的影响, 在一些关键时刻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和战死。 回顾张和的一生,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忠诚和勇猛, 也能看到他在某些时候的迷茫和困惑。 他在战场上表现出色, 但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决策中却显得有些短视, 这或许是因为他缺乏一位明智的领袖来指引他, 或者是因为他对自己过于自信, 没有认清形势的变化和危机的存在。 然而, 无论如何停价张和的一生, 他都是曹魏的一位杰出将领, 他的勇猛和忠诚为曹魏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的战死也让我们反思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每一位战士都是在保家卫国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后, 让我们为张和默爱, 并希望他在皇权之下能够安息。 同时, 也让我们怀念所有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们。 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我们应该珍惜和平, 致力于发展国家, 为英雄们的奋斗和牺牲继续努力。 让我们问自己, 我们又能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什么贡献呢? 张和的悲剧被私心牺牲的顶梁柱曹魏时期。 张和以其英勇和战略眼光闻名。 然而, 他的一生却因司马懿的私心而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在一次追击战中, 张和多次劝谏司马懿不要违背兵法。 但是司马懿置之不理, 甚至以违抗军令为由指责张和。 最终, 张和只能按照司马懿的命令领兵追击敌军。 然而, 他却不知道蜀军早已在牧门谷设下埋伏。 当张和率军追至牧门谷时, 蜀军从高处展开弓弩攻击。 张和被一支箭射中心脏而阵亡。 司马懿得知张和阵亡的消息后, 也感到意外和懊悔。 他原本只是想给张和一点教训, 却没想到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对于这个无法挽回的结果, 司马懿只能上表谢罪, 张和的死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司马懿的私心所致, 而曹瑞也对司马懿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然而,由于缺乏证据, 曹瑞只能给予张和丰厚的葬礼, 并让他的儿子承袭爵位以作补偿, 回顾张和一生。 他因立下战功而得到晋升, 因战败而失去官职。 他虽然勇猛, 但从不盲目行动, 而是能够准确判断形势, 甚至在面对诸葛亮时也能立下战功。 可以说, 张和是曹瑞少有的顶梁柱, 然而, 他最终却死于司马懿的私心之下, 这让人不禁感叹和不甘。 在这个世界上, 是非成败转瞬即逝, 青山依旧在, 夕阳依然如火红。 张和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反思, 权谋之下, 顶梁柱的命运往往受制于权臣的私心, 我们应该警醒, 不让私心影响我们的决策, 尤其是对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尊重这些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人,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荣耀和尊重。 最后,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是否也常常忽略了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让他们在权力之下受到伤害和牺牲? 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